奥峰 作者 峰行列 我是赤 精彩 马上开始 第1044集 他说完这几句话 冷哼一声 白了奥峰一眼 镜子带着那个中年男子跨入了那边的包厢 什么嘛 这家伙转什么转 秦峰大哥用得找他来评论吗 伊斯兰忍不住怒气冲冲地握着拳头叫道 这位小兄弟慎言 康斯坦少爷就是这样 他是洛奇同盟盟主 康丁大人的少公子 一名年仅73岁的君王级强者 素来兴高气啊 不过 他也确实有这个实力 下马略带警示地看了伊斯兰一眼 无奈地摇里摇头叹道 他们外出游历 路经我星火煮成 过几天就会去参加清夜大人的寿臣 在这里待不了多久 冲装了秦峰陛下 还请不要见怪 七十三岁的君王 此言一出 伊多夫等人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百岁之内的君王 这诸神大陆上也是极为少有 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绝世天才 众人觉得 这康斯坦七十三岁已是君王 那么一两百年之间修炼到君王巅峰也不难 足以与本同盟的清旋陛下相比 再加上身后有个同盟盟主的父亲 背景雄厚 难怪会这么嚣张 下马说出康斯坦的实力 是希望奥峰他们知道对方背景 别和他较劲 这样一位盟主的少公子 一般人只能低头忍让 盟主可不是普通的高星君王 比他这个城主都要大 实力也更强 哪怕十星炼气师 亦不会轻易得罪他们 即使炼气师影响力再大 在盟主及君王强势的武力之下 也是无法抗衡的 除非是能炼制出君王气 能请动真正绝世高手的十二星炼气师 不过对于下马这样的城主来说 十星炼气师和盟主他都招惹不起 如果康斯坦在这里和奥峰对上了 他就真的头疼了 下马陛下放心 我还没那个闲工夫计较这些 奥峰看他神色就明白他是在想什么 淡淡一笑道 倒是有件事情 我想请下马陛下帮个忙 等一会儿拍卖结束后 我们找个地方谈谈如何 秦峰陛下有什么事尽管说 我恭候您的大驾光临 下马爽朗地笑道 只要他不和康斯坦杠上 他自然万分愿意和一名高星炼气师 打好关系 两方说定 便纷纷各自回到包厢 拍卖会的红幕已经打开 大会很快就要开始了 秦峰大哥 你难道就不生气吗 伊斯兰坐在奥峰旁边嘟着嘴巴 油渍粪分地道 那个家伙实在太可恨了 他以为天下只有他一个天才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一只狗对着你狂吠 你难道还要咬回去不成 伊斯兰喷了 捂着肚子狂笑不止 秦峰大哥 你也太损了 他还以为奥峰是畏惧那人的身份 所以愤愤不平 心中的英雄怎么能拘于人下呢 哪知道他压根是彻底地蔑视对方 看到小家伙心情好起来 奥峰也笑着揉了揉他的头发 其实他说的也没错 我的确不应该以天才自居 我妈 他没有说下去 只是微微一笑摸了摸下巴 貌似别人一直都是叫我变态来着 伊斯兰没听懂奥峰所言 迷糊地眨着眼睛 奥峰却没有在解释什么 正如先前同夏马所说的那样 类似康斯坦这样的人 这些年里他见得太多了 他没功夫和他们一一计较 只要这些人别蠢地去触及他的底线就好 抬起眼 就看到了正在走入对面楼层包厢里的一群人 那是爱特君王带领下的奇斯家族 奇斯家族三天之前在奥峰手上吃了个大亏 但却并没有给他们造成致命打击 声势浩大的家族队伍 看上去依旧是十分光鲜 通过这么多年的累积 奇斯家族的财产之雄厚 在主城之中已是无人可比 再加上还有爱特这名刚刚进阶七行 并且仍处于上升态势的君王坐镇 一时半会儿还倒不下去 不过损失了一名君王级强者 在炼器方面又被奥峰彻底压制 奇斯家族目前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 现在已有不少势力对他们提出商业合作暂缓 就连以前一些关系较好的家族也是如此 这让爱特十分头疼 套套近乎 而在以前 下马都是常年定奇斯家族那个楼层与之对门的包厢 三天之中 犹如天堂地狱般的反差 让奇斯家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个个的 这些剑锋使舵的混蛋 包厢之内 撒多君王脸色铁青地哼道 这一路 他不知道多少次感觉到周围异样的目光 在那些人带着嘲笑的注视下 他简直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原本这场拍卖会的主人应该是他 被打压的是兰顿家族 而现在 情景却是完全相反 这是何其讽刺 嘿 太可恨了 他们以前霸解我们 现在一有风赏 就马上翻脸不认人呢 今后啊 我们奇斯家族再也不要出手唤起给他们 另一名长老式的人物 也怒气冲冲地说着 但随即又在身边几人不满的目光下 低下了头 他也明白 如今这星火城的各大势力 哪还会稀罕他们的唤气 有更好的炼气师在兰顿家族 只要不是傻子 都知道该怎么做 事已至此 说这些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今天一定 要将那柄隐序宝刀拍下来 艾特握了握拳头 眼中露出志在必得的光芒 一把趁手的武器 可以让我的实力得到百分之两百的发挥 只要能拿到饮血 明日家族大会上 我就有把握一并击败那伊多夫 得到第一家族掌控传送阵的权力 我们齐子家族便能屹立不倒 众多长老无奈地点点头 这的确是目前最好的方法了 艾特的潜力众人有目共睹 达到九星君王是早晚的事情 只要上升到这个层面 兰顿家族就再也无法与之相比 兰顿家族 你们就得意去吧 须知诸神大陆上 只有真正的实力才是决定性的东西 撑过这百年的时间 待我灵魂之力大成 我一定会让你们知道 谁才是这星火城的主宰 艾特双目如电 冷冷地看了一眼 正对面的包厢 低横倒 两边的包厢 是透明的玻璃窗 相互可以看到 奥峰等人自然收到了 这个挑衅的眼神 秦峰大人 这据说齐斯家族 此番筹集了十多万的现金 打算拿下那最后的拍卖品 以应对明日的家族大笔啊 伊多夫在旁边低声笑道 他们恐怕以为 这有了银血宝刀 老夫就不再是他们的对手了 奥峰转过头来 与他对视一眼 两人各自哈哈一笑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